關於消息來關心 美國邊疆航空有一架班機降落堵城機場時 冒出濃煙以及起火 可以看到起落架跟跑道接觸時 就串出了火花並且冒出陣陣濃煙 事發在當地時間5號下午4點多 一架從聖地牙哥飛往拉斯維加斯的邊疆航空班機 在降落時起落架起火 幸好火勢沒有擴大 機上190名乘客跟7名機組員 全數透過登機階梯平安的下機 事故導致機場跑道關閉到晚上的起點 至於起火原因還有帶離情